好,接著我講這套,我不得不在事前態 即是創性的東西,你認識一條鐵嗎? 但這套其實何欣沒什麼差別 這套當然不關何欣事的,我知道 他也是有機器的 但他都貫徹到創性系列的奇怪的東西 你還是不知道他有份什麼 那我們接著要講的就是創性大天使 好像叫做,創性 阿Kerley的Logos 好像是聖的嘛 有馬你會覺得是怎樣的 他一直在說文字的力量 聲音 聲音力量,即是文字 文字是叫做什麼呢? 可以具現化到 你用說文字具現化到那個形象出來 但哪一個形象的意孝和力量就是靠聲音 某些東西是取代到聲音 因為當你用文字,其實我不想出聲 我認得這個文字 我就知道,你好媽 我只知道你和我打招呼 你去死了,你真是在說我 這樣,即是他的文字有這種力量 就是說,滿心就是聲音 這個叫做什麼? 將聲音的一些部分的功能 它能夠去,不要說取代 能夠去代表到那種力量 就是它可以借助文字 去表達聲音那種的方式 那種傳遞的方式 應該說聲音和文字 其實是一個對立面 在這套作品裏面 就是聲音 當然傳說裏面的 就是所謂的真理族和文字族 這兩個種族裏面之間 因為聲音種族就是剛剛文字 會令到失去聲音的力量 傳達不到它的真理 所以才有創聲力這件事出現 對,即是你要將一件事說出來 有聲音發出才有力量 你拿著文字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它沒有力量出來 我覺得這套作品 它這個主題 我會覺得它是很難說的 應該這個主題是很深的 這是大學課程來的 文字學、聲音學 是很深的 因為其實文字 聲音都好 就算聲音 都在說不同的語系 文字都在說不同的 地區的文化衍生出來的文字 都是不同的 其實呢 除非你叫做架空一個世界出來的話 全世界的文字 全世界的聲音都是源自一個源頭的 其實如果你用聖經體系來說 應該全世界的人一開始 都是用同一種語言的 最後因為人家的傲慢 因為巴別塔這個問題 所以就把所有的聲音拆開了 讓他們不能夠被溝通 所以如果這套作品 這套作品合理成是 它裡面講的語言、聲音、文字 用古時候 即是巴別塔拆之前的文字 但不是他們講日文 他當日本起源 你當日本起源 你當日本起源 那本書 不知葛東本書 會挖出日文出來的 其實都不是日文來的 是漢字起源 他們挖出一本書 不知葛東書 會寫漢字的 算了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你又不知它是全世界的起源 中國起源 這個造詞是創建 那是創建之書 那會教你拆字 我看到那本書 一開始撿到的時候 我在想 因為我看到創新裡面 所有人 發揮創新的就是什麼 將文字解體 很明顯是打字 整班人說 所以我很肯定 一開始我疑惑 就說 難道你想說創建 日本人說創建就算了 當然 這是一個妄想的期望 那個故事裡面 剛才我們說 他講到這件事 聲音和文字 其實很難說 你說如果認知裡面 其實是聲音 有聲音才有私有文字 所以聲音 在故事裡面 有真理俗 之後才有文字 其實敵方那邊 阿伯 阿總的爸爸 莊嚴 莊嚴 就很想摧毀文字文化 摧毀文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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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連帶了 文字文化 當文字怪獸的侵蝕率提高了之後 就會影響到現實世界的概念 因為現實世界所有的概念物 就是靠文字 是侵蝕在文字上面 如果文字出事的話 那世界的 侵蝕在字關聯的規則會出事 但這裏其實是 雞先蛋先文的問題 很簡單 一個寶寶仔 他認識 什麼叫爸爸的東西的時候 是靠什麼 成任 他不是 這個就是爸爸 他是靠形象 概念不是一個文字 我可能會有個疑惑 他是不是文字 Echo 了聲音 我一直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雖然我知道他沒有想到這麼深 但我一直在爭吵 因為對他來說 他文字 侵蝕概念 概念 侵蝕認知 而認知就是 你不認知 不認知的東西 叫不出名字 你影響了聲音 其實如果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日文的話 我覺得地方會沒有影響 我覺得是 那他一直都在說日本 那他又聰明 你又爭吵他不贏 如果他有看到外國的地方 他就算了 外國 所以我一直對那個力量 層面那個位置 我是很難理解 而且莊嚴 他為了摧毀這個世界 他是想摧毀文字文化 不是摧毀人類 而他的概念就是 當人類對任何東西 一切沒有了認知 他連呼吸的認知都沒有 即是他死硬 那就是全人是滅亡 他期待這個世界是甚麼 會滅世界 我不知道他又怎樣 問題是 當初我出了文字 會回聲音 但他不知道 但是他實際上 他不知道 我覺得他知道的 不是 實際上他未去到1% 去到1%之前已經被創星的伙伴弄死了 所以其實他未試過 他不知道 其實故事導遊說 當他拿了創星之書的時候 創星之書他的知識灌輸了他的腦 他突然變成一個全知全能的傳才 所以才這麼喜歡 經常要披著一件袍子 動畫裏面 在創星26集裏面 尤其是前半段 他一直說的是一個文字 那個影響就是 我們之前說的第四集就是 就是說愛情 我叫做強姦樂體 這套東西一向都是 硬上的 很舒服 開心 這個創星也是這樣 沒事的 他唯一叫做什麼 我覺得有些到位的是第七集 講的嚴上 這個網絡用詞 他講的就是 有些人在網路上留言 他真的好像帶著一個主題 文字對人的影響 但是其他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是在說聲音 所以其實 兩個主題 他不平衡的 其實他一直在說那些東西 雖然我知道創星 我對創星不會那麼高要求 就是我 以事論事來說 他一直是 聲音大過文字的 因為文字是很難說的 我發覺他都很難說到 是唯一嚴上 那一集就是 說網絡用詞 叫你去死啊 那些東西 文字 因為文字本來是力量 文字就是力量 文字就是力量 因為他裏面的色眼仔 都說他想用文字 和聲音去影響人生 而他一直是說文字那種不負責任 亦都說的是網絡上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可以很不負責任說一句話 因為沒有人知道你 沒有記錄 他好像 一個記錄 他未必一定 我不需要 好像 說你錯了 或者你去死吧 那些人會 直觀地對你的形象 或者你要說到出口 會很容易 文字是一個 比語言 更加容易傷害人的東西 他有一點帶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 但是 不多 他更加多的 其實是說 語言 當然你說 這套東西是叫做創聲 文字怪獸 其實是甚麼 他這張文字 是定位了一個邪魔 外道 文字是不對的 問題是 你把創聲力 的聲 是有字才會發聲 你沒有字 你也是 這個問題 亦都是高級課程 你發聲 那樣東西 不是代表你 不是有文字才發聲 文字的形象 是 我看到那件物件 我把那件物件的外形 化成一個符號 代表它 跟我的聲音 是沒有關係的 聲音可以後來比 之前按 我之前就這樣叫 或者之後再製作聲給它 是沒有關係的 這件事是 聲音的系統 和文字 他們之後 互相變成了純齒關係 但是 某種意想 他們最早期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他把這件事 拉起來之後 其實我是有少少 不知道他想說甚麼 當然 建基於 他也不打算說到太深 他也不打算 說太深 創作成一個問題 才知道不行的 而且我覺得 他這個編曲都搞不通 有些事情 他是搞不清的 我真的覺得 他在文字和聲音 是搞不清 這件事 想怎樣的 所以一時說文字 一時說聲音 即是你說創聲部 但是你見人 拿自己的名字 都要哪些字出來 其實就是創字部 變成 創字部 創揭部 應該是 對 他的對手應該是促成 或者主音 或者狗公書 又拍 那就合理了 故事裏面 無論其實 你說 他每一集 然後他又開始 都很創性的味道 就是說 我每一集 都為一個角色 或者為一件事件 去present 早期 早期 每一個不動的角色 當然 不動就是對面 拿書角莊嚴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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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去形象化 代表他 我又覺得 其實有幾集 我是挺喜歡的 即他有幾集 其實 好像說 政治那一集 war那一集 船魔那一集 即是 那些人說 政治 其實就是 我又不太會說 說話 但我只是做實事 即是 我不會說 很漂亮的說話 那些東西 但那些人就是 那些人就是 喜歡 聽句 follow me train with the train 那些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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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 沒有做的事 所以 我 其實有這些集數 我覺得 他是比 創性 做得好 即 或者這麼說 他比較貼近 生活 因為他這套 這套 創性 是近未來 或未來世界的 這套 反而是現代世界 他設定上 反而可以表達這些 日常生活的東西 他有些集數 是可以 超低級版的 卡陣營的味道 我知道 我能夠給他一個 這樣的評價 但他講不到這麼深 他一集就不得了 其實他已經 可以做到 如果他純粹說 文字的力量的話 就是因為 但我覺得 因為這套是創性的 所以他要 貫徹創性的無厘頭 不是 他永遠都 如果他 說到眼鏡仔的條線 通常都會說政治有關的 他很特地 但其實 是 他那條線 我覺得是 才會 才會感受到 一個懂得說話的人 做實事 其實他是要問字 因為他就說 他爸爸不行 說話不行 所以失敗了 所以他 要做 因為兒子 他想繼承爸爸 要說些話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在那個故事裡 有一集的對比就是 他 因為 創星部 太依賴呼吹陽 這位男主角 是 他覺得 你什麼都依賴 但他依徒有一個道理 就是什麼 我是救世主 那怎麼辦 你不用說話 為什麼可以 因為我是救世主 為什麼這樣沒有威脅 我是救世主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 所以 他寫了 一大堆 所謂應急方案 其實 這是很有趣的 同一個語言 就是 其實同一個語言 Follow me Change 的口號就是 和我是救世主 這句話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你說了什麼 你沒有說過話 但是說 你很有型 但是 如果 我跟你說 這就是我的政綱 你看完它 你就會明白 應該要怎麼做 你看到那些人是不想看的 其實那些是文字 其實是文字的問題 你寫了一大堆字 給我看 嘩 你這個肺力 不如跟我說 好嗎 信我了 可以了 當然不是說 信我這件事 是叫做 人格魅力 令她說 嘩 這傢伙一定可以的 我相信她 我覺得其實 她有 少少做到這件事 但是 唯獨 在她那條線上 你才會 強烈感受到這件事 其他人都可以說 聲音 聲音就是 代表一切 裡面 其實你說 角色其實就是 男主角 阿灰崔陽 沒有說 這兩個角色 其實是最差的 咦 最差不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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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音 神神音 神神音 最差是她 形象 無惑 角色 要做的 沒有 劇情重點 都是沒有 你也看到這套 她是有成長的 最終她有成長度 你也看到 那個角色 她成長之後 其實機器不用拿來 她不用出場 告訴你 她基本上 都不是 怎麼出場 不過算了 這件事 就是阿空條 他那個 空條就是其中一個 比較 表現得好的角色 當然你說 阿魯蟲 魯蟲是一個 開始的時候 是搞笑的 後來又發笑 她有她的理想 她的理念 是 她擺脫一些東西 就是她想 創造一些東西 創造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她覺得 是不是 我只能夠做 這個雙星 我為什麼不可以做 網路搞笑 她想傳遞一些訊息 她想成功創造一些東西 答問題來了 你和網路搞笑 拍YouTube的片 這個不關文字 不關聲音 是這個畫面的 其實是 她 她是創性 老實說 其實對我來說 真正的主角 是空條 對我來說 當然是 她給她的片封 但我一直是當空條的雜數 是很有意義的 甚至是 什麼 小妹妹 花南 她都是什麼 花南 尤其是跟她的同學 那個對比 是她的同學 說話是簡直直討的 而花南 她因為什麼 她要成為偶像 她要帶出一個型 其實她也是在說話 她的天衣 或者她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她一定要這樣去做 所以她和空條是一對 一對去說 合體也是他們兩個合體的 所以有些加合體的 不要理我們 那些我視為強姦的 我常常 他們也會這樣 不要理 而那個位置 其實你會看到 他們一直在說 說聲音 說聲音的就是 真正的想法 都跟聲音有關係 這兩個角色是做得比較好的 但其他那些 都是一個創性的套路 其實是亂來的 尤其是你看到 因為我一直期待這套 如果用文字 文字打文字 你應該是發掘一個文字 即是用一個文字 去激動另一個文字 即是她用那些 開頭是有少少的 頭一集 接著那些就是硬 就是硬 硬把這個字 砌成一支很型的名字 然後就打過去 算了 砌個無限拳就贏了 我都砌了 真是浪費 而我是不明白 那幾個人的名字 怎麼砌個無限拳出來 那拳 那拳不是砌 那拳是做的拳 雖然就是拳 真是很貴 當然你說 不得不提的另一個角色 就是阿準這個角色 阿準這個角色 就是什麼呢 他是想得到他爸爸的認同 而努力 而他爸爸就一直 好像對他置之不理 就覺得 唉 你都是廢柴 我對你 就沒什麼期望 然後他就說 最後我們就得知 而他爸爸就是為了激勵他 就是我們之前 那段動畫所說 我爸爸為了激勵你 對 你明白嗎 你看回憶片段 他小時候 爸爸不激他 他不會拿實力出去 要激他才能拿實力出去 那我都不理會 這個他的形象 因為從小到大都會被人激勵 他才會做事 那有時候 一些人的人 過剩為這樣 又沒有事 而他爸爸其實是什麼呢 他爸爸其實是那個矛盾 他爸爸一直是不想他阿總努力的 因為他就是 他想阿總 應該也是 他們不想他受制於這個命運 他應該是可以自由自在 因為他叫做 阿總一老 爸爸媽媽一出世就死了 奪去他一切 就是他可以擁有一切 就是這些文字丟 就是這樣 你隨便亂說 你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他失去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一個人 如果一個人有 爸爸媽媽的話 就不可以得到一切 你要得到一切 就要殺了你爸爸媽媽 對 你看到很多作品的主角 都是要死老媽媽才會發達 沒有死老媽媽這些 不會發達 當然 那個故事裏面 他就說 因為他發揮了創生力 而創造了阿姆阿這個人出來 就是 說回一萬二千年 這個一萬二千年 和創生的一萬二千年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只不過都是用一萬二千年 這個數字 我們一開始就說 真理族和文字族 就是爭鬥 就是因為 真理族的 就是因為一對男女 真理族和文字族的男女 相愛 他們希望他們兩個種族 攜手 共同賣向未來 而最終 結局就是 輸了 被人打破了 對 其實這個位置 是很頭刺的 由頭刺 關什麼事 他怨恨 愛 頭刺因為得不到男人的愛 但這個是因為他被男人 他覺得他被男人背叛了 是兩件事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Nexas那個 為什麼會產生的原因 就是因為 真理族被打敗了 他被孕育了 然後 然後 他被得知 就是 他的愛人 最後都被處死 然後處死前 就寫了一封信給他 嗯 是啊 封信就是 因為本身他是真理族 真理族的人 是不識字的 那他傻子 那這個是他男朋友的問題 就是說 你明知兩女朋友不識字 你寫了一封信給他 那就是什麼 你侮辱他 你看不明白 你看不明白 那我真的 這個位置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是 我是解釋不了這件事 那 你明顯 你祈求什麼 給了一封信他 好心的欲觸 會解釋一封信的內容給他聽 那當然我們好心的欲觸 也都是 好友善地解釋一封信的內容給他聽 解釋錯了 是 但是就是 他解釋一封信的內容就是 最初 如果我不懂理就好 不懂理我就不懂得被人處死 扭曲了一封信的原意 令到 他這個人就是 啊 好憤怒啊 他死後 就 真理世界和現實世界 分離了 用他的力量 你不知道他那個什麼鬼 真的還很厲害 不要管他 真的還很厲害 總之這個事 就是一個文盲領的悲劇 所以說 做人要懂得很重要 懂得聽風術很重要 真的 他跟我們現代說 讀書是很重的 一個人多沒有志氣 都不是那麼實質 拿到最後 只要那個男人發出來 風術不是這麼解釋 不好意思 搞錯了 算了 耶 而最大最大的問題 是在於什麼鬼 呢 這件事 最後是什麼呢 男朋友的靈魂 回來告訴他 其實 你不會錯 我沒有感覺 AGE 最後 三年發出來 但是 我真的說一句 總之出來 不行 他的出現 是因為要壓總 壓總也顯現了他的能力 然後 然後 總的老爸 空眼大人死了 那時候 力量已經被解放了 我又不覺得 有什麼人在封印你 我起碼看到劇情美 我不覺得有人在封印你 可能有其他原因 總之他遲到 這個人 很難說這些事情 大家明白 他也說 灰催人 就是備用電池 空眼大人說 我擔心創性 萬一 阿總 不能夠發出創性 的話 就有這些人去替代 然後 然後 中間裏 改記憶 其實是 很創性劇情 那些真是 很創性劇情 你會感覺到 濃厚的創性味道 所以那些算了 沒問題 那些不是算 那些就是 我 不停去催眠自己 他是創性 他是創性劇情 他就是創性劇情 他就是創性劇情 創性劇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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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 老蟲的死是甚麼呢 Eva Rule 裏面 阿尖的死 差很遠 阿尖的死 他是用回那個套路 你不覺得嗎 他不就是等於 等於他和小倉懷 一段很短暫的冒水愛情 然後他又掛了 喂 小倉懷一段都長 在這裏怎樣 老蟲和他拍拖 其實都沒有正式開始 已經掛了老蟲 後來追回 他是我的男朋友 但我完全跟你們拍拖 至少你給我兩三日放閃 很幸福的感情 還是沒有啊 你們兩個是 那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放閃 當然我們已經不知 但其實你看到 他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 整套東西是 最大的原因 我覺得 我無論如何都不得不怪 何欣 是很有創性的枷鎖 而令到這套東西 令到這樣而寫得不好 我覺得 我是看到少少的端 我們剛才說過裡面 我覺得他們不是捉不到的 但他們不敢寫得那麼深 因為一寫深 這套東西就不是創性 來的了 你剛才說 好像人的劇情一樣 寫得太深入 又不是創性 又是 所以他又不寫了 你看到那幾集裡面 其實是什麼呢 那個文字怪獸 應該是什麼呢 他是不需要機械人去打的 你可以用創性力 就是感染到那幫人 令到那個 那個侵蝕女突然之間 消除了 可以的 你創性 你說什麼都可以的 現在就是 就是講什麼 什麼叫創性力 就是你說 就是力量 那你這樣就不用拍機的人 那機人做什麼 這就是創性的枷鎖 不是 應該說這個不關錯的 這就是 這是機人片一定要有的 這是一萬二千年 一萬二千年前的枷鎖 它是二萬四千年 三萬六千年的枷鎖 它是一個 你是解決不了的 其中一個失敗 他會被註定失敗的原因 是因為他冠以亞克爾尼歐之名 不是啊 就算他不冠以亞克爾尼歐之名 他有一個機行片 他一定要出機行的 他又不可以用聲音去擊退怪獸 我告訴你 這個也是叫做 他也是做不到 因為 他也知道 你用聲音去擊退的話 其實你是什麼 你應該是試試敲的 那你就拿飛機去敲 敲就搞定 飛機再打扭就行了 再不是的 其實他應該是什麼 這套東西 應該是超時種要塞來的 唱歌 唱歌的 不要這樣 巴沙嵐就搞定 現在戰機國都厲害 真的不用打 他有一集都是什麼 帶個喇叭進去 他還不是那一部 還不是Mark or Seven 擺明是 他根本上 是有滿滿的河心 的 我 我 也都 叫做什麼 沒有證據地猜渡 但我肯定是河心 是有被出來 喂 為什麼不加飛機 為什麼不加喇叭 聲音啊 為什麼不唱歌啊 為什麼沒有無限權啊 我不行啊 我接受不了 哦 就是河心下面捉住 喂 這樣做這樣做 我知道的 你不要怪我 我誹謗 不要說我有沒有老朋友 收到的信 我覺得很像 其實是 因為是很有 那些位置 其實你覺得 沒有需要加下去 其實有些 我覺得是 有些你不用機械人 都可以解決的 其實是 每天每集都要 面一次身 出一次招 做一個名字出來 那這些是什麼 創性的橋段 這些是 創性的特色 來的嘛 他是被這個特色 去虔制了他 所以令到後面 我覺得是 我不可以說 他沒有了這些 他一定會做得好看 但是 至少他演藥劇 會做得好些 演繹上會好些 他現在就是靠機械人 但是我覺得 是那幫 鎮肉群的男朋友 機械人怎樣 現在我要對過無字 有什麼可以對過無字啊 看自己的東西 我不是很熟悉 其實是 隨便作改 最後出無限拳就算了 對吧 所以這套東西 其實是幾可惜 當然你說最後 最後那條 故事那裡 就是說 阿總 即是後半段 總說的話 就是說 因為我要 你做救世主 因為什麼 因為你殺了我老爸 又是什麼 你奪取了我一切 所以我要奪取 你成為救世主的家庭 所以就喜歡 其實阿總很奇怪 你明白 他老爸莊嚴 又找滅世日理由 因為他行這個世界當中 阿總是沒有的 他總是跟他主要打 所以說 我不爽你 好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 那一集 他有一集 也說到 開頭第二節 開頭有一段 也說 灰崔陽那個角色 是那個病態 救世主的心態 他也說了一些 他也說了一些 原本的角色的意 就是 怎麼能夠成為救世主 你有危機才有救世主 所以某種意義上 他是渴望危機的 因為沒有人叫他 他的救世主就沒有意思 是的 戰爭英雄 要成為戰爭英雄 要有戰爭 很簡單 譬如說 有人叫我救 會救 但你一集 那些人忘記了他 沒有人叫他救他 他有沒有意思 沒有存在的意思 我覺得這些雜錯 其實是甚麼呢 那些零碎片段 其實是有味道的 我承認是有味道的 是那些錯的想做的事 但你何心說不行 那我就這樣說 但我肯定是被創性影響到 最終你說故事 去到最後說 阿總 叫做 大家甚麼呢 大家爭著死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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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就說是 即是挺創性的 那女人說 不要為我打架 我不是為你打架 我不好意思 不是為你打架 現在是甚麼呢 我甚麼呢 你想犧牲自己去救 你省一點 你這個位置應該是給我做的 悲劇主角一定是我 你爬開 你有女兒還不夠嗎 你回去你跟她拍拍拍 算了 你不要說 救世主這個角色一定是我做的 女兒又被你摸了 救世主給你做 那我做甚麼 現在是甚麼呢 女兒我就不要了 死了 我現在想 即是那個 即是最終那個 那個橋段是 那些胡鬧劇情 即是最 那些位置其實 寫得都是說很創性 我也是說創性 開頭有一個你覺得 好像挺有趣的東西 然後中間裡面 完全一大都不知道 但他 創性是很好 中間 是有一些集數 真是有 你覺得是好看的 有意思先 不是說亂來先 因為創性是 前後那些 唱第一 第二集 第一集 第一集 最後兩集好看 中間 中間有一集 是會OK的 因為是轉折點 然後在最後就可以了 中間那些是可以不用看的 但創性不是創性 他偶爾有些零碎集數 他 角色的線路會有 回到 創性是另一件事 創性是甚麼呢 頭尾 中間 因為頭尾也不需要你的 你只選中間的集數看就可以了 那集是完全可以當獨立的一集去看 因為他是有自己的主題 他每一集 其實他是可以割開每一集的 還有你斬開幾十人橋段 其實他是可以當一集的 他可以當一套 我都說是一個低價版的 隔壩名來看 你可以當一套 當然你覺得 低價的 不是很好看 但我覺得 至少他那集裡面 他完整都貫穿自己的主題 他 至少我記得就是 如果 要說回來 和大家 你說大家如果想看 我告訴大家 那幾集 大家一定要看的是第七集 第十一集 對 對 還有第十七集 很重要 我覺得這三集是最好看的三集 對 對 那一集是灰村羊的 對 對 那幾集是挺好看的一集 真的 老實說 絕對要看 我覺得 這幾集很重要 雪山說到這樣 大家會做 其餘的大家可以忘記 可以去 又不可以去 只好看一看 無謂要大家浪費人生 大家不是救世主 是不是 我現在救世主 現在 我做救世主 你們看這三集就可以了 其他東西可以不用看 對 那 幫大家送完了 好了 這一套我們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